我讨论一个二元函数 Z等于FXY 一个二元函数如果定义在一个TOT的区域上 第一是一个R2到一个TOT的区域 那么我们讨论这样一个函数啊 它是这个TOT函数的冲锋必要条件是什么 上次我们证明了做了这样一件事情 我们的结果是这样 这个二元函数是TOT函数的冲锋必要条件呢 是它的焊训HFT 用不大写说就是二借导数FX平方T 另外呢二借导数XY 二借导数YX 二借导数 这个都在T点取着了 这样二借方针它是增定的 充分不要条件就这样一个方针是增定的 那么这样呢就这个函数是 那么我们说过这个函数TOT函数呢 那么这样所对应的这张曲面呢 我们叫做TOT函面 那所以这样我们就得到结论 自然曲面是TOT的冲锋必要条件 就是这个二借方针呢 是个增定的方针 那么剩下来的问题呢 就是要问 给定了这样二借方针 怎么去判定它是不是增定的 对吧 那么一般来说我们就问这样的问题 A11 A12 A21 A22 这是一个对称方针 二借对称方针 对称方针 A11 A12等于A21 这是对称的 那么我们问这样一个方针啊 在什么情况之下 它是镇定的 对吧 什么情况它是镇定的 那么我们记得我们前面讨论过 它是镇定的条件 我们知道的 对吧 镇定的条件 就是不能画等号的 镇定的条件是什么呢 它镇定的冲锋必要条件 是A11 这一项 镇定的冲锋必要条件 然后还有这个行列色 也就是这个行列色 A11 A12 A21 A22 演个大于零 这是它冲锋必要条件 那么现在这问题就问 如果它是镇定 可以带等号的 它的冲锋必要条件是什么呢 这个是刚才不能带等号的 演个的 那么从这个地方来想呢 自然是 好像应该是 是不是这个就是A11 大于等于零 有加个等号吗 这号行列色 大于等于零 是不是就是这样呢 那这个结论是不对的 应该冲锋必要条件是这样 就是书上的这个定理啊 大家看 就是189面 在数量引力15.1 189面 引力15.1 这个是A等于A11 A12 A21 A22 A21 A22 这地方呢A12是等于A21的 是个二角度称方式 那么我们结论是这样 那么A是 针钉的冲锋必要条件呢 是这样条件 是A11大于等于零 还要求A22大于等于零 然后再还要求这个行列色 A11 A12 A21 A22大于等于零 这三个条件啊 就是跟这个演个针钉是不一样的 跟演个针钉都不一样 这里必须要有这个条件 这个证明呢 我们就这儿不去讲 因为证明这个 我们有很仔细的证明 在书上的 这个是我们书上的一个练习啊 我们就不去讲了 在书上的160一面 160一面啊 这个有个很仔细的证明 所以呢大家可以参照这个证明 自己把这个定理啊证明出来 我这里呢 讲一个反例 就是说 这个条件没有的话 这个是不对的 我来说一个例子啊 没有这个条件 因为质观的想事物 应该是这样大于等于这大于 没有这个条件 这不对的 好 我举个例子说啊 一个简单的例子 我们说 所谓A是大于等于零 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A所对应的一个二次形 我们知道 是这样的二次形 是A11 克斯一方 加上两倍A12 克斯一エ塔 加上A22 エ塔方 这个是大于等于的 不管克斯一エ塔 是一个什么 R2里头什么点 这个都是大于等于 这就是 它定的是真定的嘛 大于等于 那么如果 只有这个条件 只有这两个条件 那不能保证 它是大于等于的 就不像这儿 这儿只有这样的 它一定是 严格的真定的 举个简单的例子 就这样 就我们看这个方程 0 0 0 负业 看这个方程 这个方程 当然是对称的了 对吧 A1等于零 这是对的 然后这个行列色 当然也是零了 他称他 他称他 行列色 所以这个是等于零的 这个也是等于零的 所以这个大于等于的条件 都满足 但是 它所对应的二次形 它所对应的二次形 是什么 A1是零了 没有了 A1是零也是没有了 A2是负业 所以对应的二次形 是负的A平方 这个能大于等于吗 这个当然是不行的了 对吧 这是一个负属 不能大于等于 所以呢 光是这两个条件 不能保证这个方程 是 正定的 必须还要有这个条件 必须还要有这个条件 那么这个当然 冲锋不要 你可以证明出来 这里有一个简单的例子 告诉大家这件事情 不要想当然 从这个 是严格正定的 推出 这个是正定的 这样今天是不对的 那么这个定理的证明呢 我们作为练习 大家自己参照 那个 严格正定 这去做 这一个简单的练习 好了 那么有了这个定理以后 再加上我们这个定理 那我们两个合起来 就得到什么结论呢 就是说 如果 那么就得到这样的结论了 Z等于Fxy 是 脱去面的 冲锋不要条件呢 对吧 它冲锋不要条件是 它是正定的 它是正定的 按照这个条件 就是有这三个条件 对吧 所以这样 三个条件合起来 就是 正如说 它冲锋不要条件 是 这个大于等于零 还有这个 大于等于零 对吧 这是A1 这是A2 还有这个行列色 那就是 F X平方 F Y平方 减去 F XY 平方 大于等于零 这三个条件 行列色 还有这个行列色 这个三个条件 大于等于零 是这张区面 是脱去面的 冲锋不要条件 所以给了一个函数 它是不是脱去面呢 你看这三个条件 缺一个 它就肯定不是 因为它是冲锋不要条件 所以我必须 验证在这个区域里头 在这个区域里头 比如P 是在D里头 要在D里头 这个多满足 那才是冲锋不要条件 根据这段讨论以后 我们把这件事情 搞清楚了 就是你要去验证 这张曲面 是不是脱去面呢 你就这样验证 三个二节片脑 所以就可以了 那么从几个图像 往上是说了 脱去面的图形 就是这种样子 就像一个碗 这样子的图形 是这样的图形 就是你任何个姐妹姐下去 都到了曲线 都是一个图的曲线 就这个意思 好 我们看书上一个简单的例子 书上说 那么书上这个第一个例子 190面 它就讲下半球面 是个图球面 当然从集合上来看 当然显然了 下半球面 下半球面 就是这样了 就是一个碗 碗一样的东西了 对吧 这个半球是A 半球是A 这样一张曲面 它是图球面 那么 用方程式来写呢 那就是 就说上这个例子 简单的例子 Z等于负的根号 A方 减X方 减去Y方 这是下面半张球面 就是半球是A 中心在圆点 这样张曲面 它是图的 那么 你去验证就是了 这我就不再合办算 因为 就对这样一个具体的函数 你去验证这三件事情 这就是FXY 那这个当算算就知道了 大家看书上都算了 这我就不去算它 书上都有 第一 偏平方Z偏 X平方大于0 后来这个 Y也是大于0 后来这个行列是大于0 那么所以它是图球面 这是图球面 下面我要强迹讲的是第二个例子 讨论双线性曲面的 这个例子是我们下面一节 下面一节讲 Bernstein-Besier曲面 是用这个例子为基础的 所以下面这个例子是重要的 这个例子我们觉得很简单 放在这儿就行了 下面我来讲一下 下面这个书上的第二个例子 所谓双线性曲面 我用到的就是这个姿势 这个双线性曲面 是定义在这样一个 G性上面的 给了这样一个G性 这是α1 α2 这是X 这是Y 这是β1 β2 就是 我是定义在这个曲 这个上头的 定义在这个G性 α1α β1β2 这样的G性的那张曲面 写出来 我来写一下 因为这个是我们下面讨论的基础 好 这张曲面呢 在190一面上的 我把它写一下 Z等FXY 这是β2 减去β1 α2 减去α1 然后呢 A11 是α2 减X 乘了β2 减去Y 再加上A12 α2 减去X Y 减去β1 再加上A2 X减去α1 然后β2 减去Y 然后再加上A22 X减去α1 Y减去β1 好 这两张曲面呢 我们叫做双线性曲面 这我也在说 这是下面我们第一 下面一件 讨论的一个基础 所以我们把这张曲面 把它说清楚 第一 为什么叫它双线性曲面 双线性曲面 是这个意思 我们把这个里头 把Y固定了 Y看着这个常数 那么你来看 Y固定了 那么这就是一个数了 Y固定 这是一个数 所以合起来看 它是X的线性函数 Y固定了 这X一次方 X一次方 X一次方 所以它是X的线性函数 X固定了的时候 它是Y的线性函数 X固定了的时候 它是Y的线性 Y Y 但是它这张不是平面 因为什么呢 因为它有X乘Y的下 X乘Y乘起来 当然就不是线性函数 所以整个它并不是 如果它是XY都是线性函数 它就是一张平面的脑 对吧 那么它不是平面 但是呢 它是 只要一个变量固定 它是另外一个变量线性函数 所以我们叫做双线性区面 那么我们现在讨论什么问题呢 它是定义在这上头 定义在这个区域上头 我们要讨论的呢 就是问 这一张区面 在什么条件之下 它是Touch面 讨论的就是这样一个问题 这里呢 A1A1A2 A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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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事先给定的 那么当然一般来说 这个不是Touch面 那么就看 这个A1 这个是不动的 Beta Alpha 这是固定在这上头 那么就A1A这四个数 取什么数字的时候 保证这一张是Touch面 我们还讨论的是这件事情 好 那么这个容易了 Touch面就是按这个条件来算了 对吧 看这三案条件什么时候满足了 算一下 那么很容易算 第一 你先看啊 我说了 算这个导数的时候 意思什么意思呢 也就是说Y是固定的了 二节导数 对X求导数Y就是固定的 Y固定以后 我刚才说 它是X的一次函数 所以求一次导数以后 就是怎么样呢 就变成个常数了 它是X一次函数嘛 求一次导数就是常数了 再求两次导数呢 就是零了 对吧 你不用去算它了 这就是零了 对不对 因为它是X的线性函数 同样道理 算这个的时候 X固定的 X固定就是Y是先进函数嘛 那么你算两次导数 它也是零了 对不对 这也是零 所以剩下来呢 你就算一下 二节导数 这二节导数当不是零了 那么你算一下看看 那这个档很容易算了 我算一下 你先算一下 还是先算一下 F对X的导数 对吧 F对X导数 那么F对X导数 这个很容易算了 对X导数 X的系数就是负的A11 Beta2减Y 负的A11 Beta2减Y 这是X的系数 负的A11 Beta2减Y 这个是X的系数 是负的A12 负的A12 Y减Beta1 对吧 这个X的系数 这是X的系数 是A21 乘了Beta2减Y A21 这是A21 Beta2减Y 这个X的系数 是A21 Y减Beta1 对吧 这就是这个东西 对X导数 所以你再对Y求此导数 再对Y求此导数 好 这个Y求就是A11 对吧 负负的正 这个就是负的A12 但这里还有一个系数 我把这个数漏掉了 要算导数的 因为我现在就考虑 它正负这个 无所谓了 然后这个对Y求 负的A12 这个对Y求此导数 是负的A2也 对吧 然后这个对Y求大数 A22 所以呢 现在你要是 它是全面的充分 不要掉就能 这个行列车要是 大于等于0 这个行列车 这两项已经是0了 对不对 这两项 行列车这两项已经是0了 剩下的就是这一项 这一项 这一项 要大于等于0 而这项是加乘其量是平方 是吧 这个行列车是负的这个平 应该是这样 这个0减去它的平方 减去它的平方 要大于等于0 不是这样的东西吗 那这个大于等于就表示 这只能是什么 只能这个耳朵 只能是0 耳朵现在说是 就是这个数 还要成长前面 我漏掉这个数 那么就这个数 是不会是0的了 因为这个是真的了 所以它是 突圈面的话 就是只有这个等于0 前面条件都满足了 所以正常是 突圈面的充分标减 是它等于0 也就是说 A11-A12-A21-A21 加上A22等于0 这是正常曲面 突圈面的充分标减 大家这个对不对 就这两个等于0 已经显然的 然后剩下这个大于等于0 这个大于等于0 这个已经是0了 那就乘出来 就是负的这个东西的平方 而这个东西 我算出来 就是这样一个数 前面还有一个习数了 这个习数是个正数 所以只能这个等于0 也就是它等于0 所以这样 这个结论 就这件事情 是搞得清楚的 就是这一张曲面 是 突圈面的充分标减 是这个数等于0 这个数的特点是什么 大家看 两个指标一样的数 1122 都是正的 两指标不一样的数 是负的 这个加起来是0 下面我们主要来看一下 从几个道来看 它表示一个什么意思 这个等于0 什么意思 我们来看看 主要我们下面 讲下面这个例子 我们要知道这些 几个道的图形的样子 好 首先我们来看看 这张曲面 大致上是个什么样子 我们可以看一下 你看 按照这个曲面的构造 这是F 那么 这四个点 我现在把这张曲面 大致画一下 画在这 我把它画成立体的 一样子来看 大家看 我这样曲面 定义在这上头的 这是XY平面了 对吧 这是α1 这是X轴 这是Y轴 这是α2 对吧 这是β1 这是β2 我这样曲面 定义在这上头的 那我现在来看看 在这几个点上 四个角点上面 它的函数字等于多少 对吧 四个角点上 我们来看看 好 这个角点就是F α1 β1 它等于多少 看看 X的α1 X的α1 这项没有了 X的α1 这项也没有了 Y的β1 这项也没有了 Y的β1 这项也没有了 所以 在这一点 这三项都是0 对吧 0 0 0 在这项呢 X的α1 带进去α减α1 跟这个小调了 Y的β1 这项跟这项小调 所以剩下就是A1 这很容易 当然这是计好的了 是A1 然后F 这是在这一点 那A1 我算那个正值吧 画就好看点 那么 这一点上 它的 画成曲面啊 那么这一点的函数值 这就是 这个长度啊 我算的是A1 对不对 算那个正数 好 再看 α1β2 这等于什么 α1β2 在这一点上 它等于什么 等于α1 这两下都没有了 α1嘛 都没有了 Y等β2 这项又没有了 剩下去这项 X等于α1 消去了 Y等β2 β2 这项又消去了 所以等于A1 也就是这一点的函数值 等于这么大 这是A2吧 这算A2 都算了正的 好看一点 然后 同样道理 这我就不用算了 然后Fα2 β1 当然就是A2 这一样 一样你算好了 Fα2 β2 这就对A2 也就是说 这四个数啊 它起什么作用呢 它就是这四个点上的 但我现在都画 它是正的了 那要好看一点 这样曲面画出来 好看一点 对吧 那么 这张曲面呢 现在我说一下 这张曲面呢 就是这样张曲面 对吧 图在这上 在这个 因为这是 这个点上的函数值嘛 这就是这张 这张曲面了 在这四个点上的值了 四个点上的值嘛 对吧 好 那么现在我说 这张曲面 它是凸曲面 但我现在画的 不是凸曲面了 现在画的就是拱着 凸曲面凹下去的 叫凸曲面 这不是凸曲面 那么凸曲面的条件 是这个条件 那这个条件意味着什么呢 我先来看看 现在呢 我们这四个顶点的坐标 大家看 就是分别是什么呢 分别是α1 β1 然后是A1E 这点坐标 作为空间点 α1 这是A1E吗 这场都不是A1E吗 然后是 α1 β2 A1E2 然后是 α2 β1 A2E 然后是 这四个点 然后是 α2 β2 A2E 这四个点吧 那我说 这个四个点 它共面的条件是什么呢 上次我教大家 做过个练习 对吧 就是今天要用 四个点 共面的 充分不要条件呢 使这个四件行列是等于0 这上次 他教大家做这个练习啊 这四个点当然 不一定在一个平面上了 三个点在 四个点不一定 那这个四个点 共面呢 使这个行列是等于0 这上次教大家 做这个练习 那这个四件行列 是你算下什么东西呢 书上有 这个容易算出来 就是α2 这个三个行列算出来 这个行列算 就是α2 减α1 β2 减β1 再乘上这个数 正好是这个数 大家看书上写在那 α2减β2减 正好是这个数 那么现在就是说 这个等 我刚才就说了 这个曲面是 这个曲面 是TUTCHERMAN的冲锋表 就是它 那就是说 这个等于 这个是不会是0的 正数了 这个是0 也就是说 这是TUTCHERMAN的情况之下 那么这四个点 一定是共面的 这是一件事情 对吧 四个点是共面的 但四个点共面 那么这张曲面呢 并不会得到太大的信息 四个点共面 这张曲面还可以拱啊拱啊都可以了 但这四个点是拱面的 那么实际上你再仔细看一下就发现 这个条件实际上就使得这张曲面退化成一张平面 这个条件实际上使得这张曲面退化成一张平面 为什么呢 你看看这下子就很容易看出来 你看这张曲面不成为平面的原因是什么呢 不成为平面的原因 你看这个层把它盛开来看 这个层它是个阐数 这个层它是个Y 这个层它是个X 所以用X乘Y才产生它不实平面的因子 对吧 所以我这要看每一个因子里头 XY的系数乘出来什么东西 你来看看就知道了 好 我们来看看啊 第一下X乘Y的系数是什么 是A11 这个X乘Y的系数负的XY负的A12 这一项X乘Y的系数负的A12 这一项X乘Y的系数是A12 所以你要把它展开来的话 你要把这个曲面展开来写的话 XY就是这一项了 对不对 其他就是XY的一次项 其他都是XY的一次项 而现在在我这个条件之下 这一项就不出现了 所以这一项 如果这个成立的话 那这张平面 这张所谓双线线曲面就是什么东西呢 就是平面 对吧 就是平面 所以我们最后得到的结论呢 这个条件是使它变成这样凸曲面 但是它成了凸曲面以后呢 它倒也不会这样弯下来 它一定是张平面 一定是张平面 这个四点共面 当然平面了 那么这四点当然共面了 那这个时候呢 就变成一张平面了 它就退化成一张平面 这个时候啊 它就退化成一张平面 所以这变成这样一张平面 所以我们最后的结论是什么呢 最后得到这样去了 就是一张双线线曲面 它什么条件之下 张在这个矩线上 一张双线线 什么条件之下 它是一个拓缺面的 它是拓缺面的冲锋必要条件 它退化成一张平面 就是它没有别的可能 要么是平面 要么它不是图曲面 不是平面 它就不是图曲面 要是图曲面的话 它只能是张平面 那么这是有这个条件 自由在这儿 对吧 这就是我们讲这张双线线曲面 那么它的一些主要的事情在这里 下面呢 我们就用这张双线线曲面 来讨论下面一件的 下面所谓Bernstabesial曲面 那么它的基本的事项呢 就用这样一张双线线曲面来讨论 下面我来讲一下 下面一件 Bernstabesial曲面 我们前面在第五章第八章都学过所谓Bernstabesial曲线了 那么这儿呢 这些内容呢 我以前给大家讲的也讲过 这个都属于啊 这个CHD里头的内容 CHD上都给大家讲过 CG Computer Edit Geometry几何 计算机辅助几何实际 Design 计算机辅助几何实际里头 这个是我们的一个专业了 大家到高年级去 有这样一个专业啊 那么这个呢 就Bernstabesial曲线 Bernstabesial曲面 就Bernstabesial 我们上次讲过 这是一个法国工程师 汽车工程师 那么这个Bernstabesial曲面呢 它是用来设计汽车的外表啊 飞机的外表 它这个很有用的一个东西 那在这儿呢 我们这是通过 我们说学了伪结分以后呢 还是有些用处的 我们来这儿来看 这些伪结分的这些工具 就可以来讨论这样问题 好 什么叫Bernstabesial曲面呢 什么叫Bernstabesial曲面呢 我们说这样一张曲面 我们叫做这样 叫做Bernstabesial曲 我定义在 这样一个单位 矩形里头 定义在这里头 XY 这是01 01 这是个单位矩形吧 单位正方形吧 电厂式1的正方形 那么我说Bernstabesial曲面 是定义在这个正方形上头的 我们来写出来呢 就这样一个函数 Z等于FXY 然后Sigma Sigma AIJ 然后BNIX BNJY 然后这个是J 从0到N I从0到N 这里的BINX是什么东西呢 就是我们在第五章学过的 Bernstabesial曲面 等于NI XI 1-X N-I 这个X当然在领域之间了 对吧 所以我们是 X在领域之间 Y在领域之间 这我写出来大家有点印象吧 有印象啊 这应该有印象 因为我第五章也讲了 第八章也讲了 那么这里一共几个多项色呢 一共是I等于01到N 一共是N加一个多项色 对吧 这N加一个多项有什么性质呢 我来回忆一下啊 有什么性质呢 如果我们把所有次数不超过N的 这件事情我们记住啊 一会儿马上要用 如果我们把所有的次数不超过N的多项色的全体 我记成PN的话 次数不超过N的多项色的全体 记成PN 那么这个PN呢 构成一个限定空间 数乘跟加法构成一个限定空间 这个限定空间呢 可以用它 这个PNRX呢 是构成这样N加一个多项色 是构成它一个基底 对吧 在基底什么意思呢 就任何一个这里的多项色 任何这段都可以用它的限定表示 Sigma CIBN 一定成为唯一的一处CI 使得可以它表示出来 这个有印象吗 有印象没有 有印象啊 然后呢 我们还讲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也是今天我们要用它若干次的一个性质 就这样一种多项色啊 这样一种线性组合的表示 求导数的时候 它有一个办法 就这样一个东西求导数 这个一个东西 这样一个线性组合求导数 等于什么呢 就等于N 然后I从0到N减1减一次 然后这个CI呢 就变成CI加1减去CI 然后再次呢 BN减1IX 有印象吗 有印象 那么今天呢 我们就要反复用这个公式啊 来讨论我们的问题 所以前面学过的 我们都要有用处的啊 这就是因为我们你看这个多 当然你一看这个多项色 当然这个曲面是什么样子 那很复杂很复杂 对吧 N等于100 那这个100次多项色 你乘其200次多项色 这是100次 这是100次 乘其200次多项色 那这个多项色一到两次 我们我前天跟大家讲解析集合 两二次曲面我们还是可以设备的 就是就是我说过的那几种曲面 柱面啊 妥球面啊 最复杂的双球泡物面啊 等等 这些变化就可以变过去 到了三次就没办法了 那就更不知道它什么样子 就没办法 所以讨论这样一张曲面的形状 是非常非常困难的 那么这件呢 我们讲的一个什么事情呢 就要告诉大家一个方法 你这张曲面都不知道什么样子了 我用另外一张曲面来近视它 而这张另外一张曲面呢 跟这张曲面有密切的关系 然后通过另外一张曲面的大致形状 来看它的形状 这就是我们这一节要讲的一个主要事情 我们这一张的名字叫什么呢 叫曲面的表示和逼近 对吧 前面讲的就是表示 现在讲的逼近 怎么样用另外一张曲面去逼近它 来刻画它的形状 看出它的形状 讲的这样的思想 好 那我们先 其他话先不说 我们看个最简单的情况吧 这n等一 n等一 这是最简单的了 n等一看这张曲面什么样子 我们先来看看 n等一的是什么样子 那么大致我们有个概念 n等一这张曲面是什么样子 那么这样呢 我们就有个概念 可以大致看n等一 n等一的话 这张曲面呢可以把它写出来的 大家看n等一是什么样子呢 n等一的时候 那么fxy 这个时候z等于fxy n等一就i从零到一 i从零到一 对吧 就是这个只有四种可能 0001 1011 就是四种可能 对吧 你把这四种可能都写出来 所以它就是a00 然后在a00 a00 然后b10x b10y 加上a01 b10x b11 就是跟一对 y 然后加上a10 然后b11x b10y 变成这样的东西 那么b10x b10y 是什么东西呢 这个大盒我一写出来了 那么你看看 b10 b10x i等于1 n等于1 i等于0 b10了 那么i等于0 这就x就没有了了 这是1 这是0 就是1减x了 对吧 这就是1减x b11x 那就是x了 n也是1 i也是1 n也是1 i也是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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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x n1 这就没有了 就变成这样的东西 所以你把它这个写出来呢 就变成这样 就变成a00 b10x 是1减x b10y 1减y 加上a01 b10x 是1减x b11y 是y 再加上a10 b11x 就是x 然后b10y 1减y 再加上a11xy 就是n等于1的时候 它写出来是这样的 这段曲面是什么曲面呢 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双线线曲面 最简单的双线曲面就是什么呢 就相当我刚才是alphae 刚才我是alphae 相当我刚才的alphae 是0 alphae 是1 然后呢 betae 是0 beta 2 是1 然后呢 四个数 a11呢 a1相当a00 a12相当a01 a2也相当a10 a2相当a1 多往下降一个 所以你把这段曲面 如果画在你这个空间来看呢 就这样的曲面 就是你这个fxy 那么就是 根据我们刚才说 a0f00 就是a00 你带进去看好了 f01 就是a01 f10 就是a10 f11 就是a11 所以你要画出来呢 就是这样 因为它的范围就是这样了 a10 对吧 就是 00 a00 那么这个长度就是 是a00 我画这长度 这个就是 这是x了 a10 x1 这是a01 这是a11 你要画出来就这样的曲面 这样的双形形曲面 对吧 就这个四个长度啊 是决定了这个曲面的样子 那么它如果符合 刚才讲的平面的条件 那就变成平面 也就是说 这样的曲面 在最简单的情况 是个双形形曲面 如果n等于2的话 那就不是了 n等于2乘起来 就四次次了 n等于2 这是二次多项子 这个是二次多项子 乘起来就四次了 那就不知道什么样子了 所以呢 一般的时候 你要讨论这张曲面的形式 很难的 那么下面我们来讲 用什么办法 可以近视的知道 它打给什么样子 好 下面我来讲讲这个办法 那么它一个基本思想 是这样一个思想 基本思想是这样的 我把这个正方形啊 因为你是n次嘛 对吧 我把这个正方形啊 这是01的正方形了 01 01 我把这个变n等分 这个变n等分 然后呢 这n等分可以画 把n要直线了 然后也就是说 把这个啊 这y等分了 都分成 若干啊 这呢也分成很多 这是n等分啊 把它等分 然后这里呢 这是n分之1 这个点 等等等 n分之1 这个是n分之1 一直到n分之j 等等 那么我现在怎么办呢 这样一练呢 这里有n加一个分点 对吧 这里也有n加一个分点 所以乘去了以后呢 这种交叉点呢 是n加一个平方个 对吧 这种交叉点啊 这是n加一个 0到n加一个 这是n加一个 那么这样交叉点的 这种点 一共是n加一个平方 就它写出来 就是n分之i n分之j 这种点 i i j 都是从01到n 这里不是n n加一个平方个点嘛 就这么多点嘛 对不对 好 我现在的办法是怎么样呢 我现在正好恰好呢 这个地方的系数 这这张曲面啊 是通过这组系数来定的了 这两个多箱是给定的嘛 这组系数在变 这个多箱子当然就变了了 对吧 由这个来决定的 现在我把这个 这里正好也是n加一个平方个数了 叫rA从0到样 这是n加一个平方数 我现在就把这个每一个点啊 这个每一个点啊 n分之i n分之j 配上一个对应的数 这里边n分之3 n分之4 那我把这里的A34这个数放在这 这变成空间一个点了 这样一来 每这样四个点 加上这个就变成空间四个点了 这空间四个点上面就可以张一张双线线曲面 我把它画得仔细一点啊 大家看 就这个基本事项啊 我把这个基本事项说 下面的事情就好说了 我把它画大一点啊 画大一点 再来看 画大一点看啊 现在不是等的了 现在不是 这现在是等的 刚才那个随便是alpha不是等 这是这个方的啊 好 这一点呢 假如是n分之1 那么这个就是n分之i了 对吧 这一点假如是n分之j减1 那这一点就是n分之j了 这四个点 这是x轴 这是y轴 那么 这个四个点 这一点上的呢 它对应的 这一点两个座标 这一点是n分之j 对应的长度 高度呢 这个现场长度就是什么呢 对应的长度就是什么 就是a i 减1 j减1 这个数 当然可以是负的了 我现在都画的正的 好看点 对吧 这个对应的数是什么呢 这是x对应的是 这一点对应的是n分之i y对应是n分之j减1 所以它对应的数是 a i j减1 这个数 这个数对应起来 然后同样 这里有个数对应起来 同样 这地方有个数对应起来 因为每一点都有一个数 跟它对应嘛 我刚才说 这个数就是这个数 这样呢 这四个点就产生一张 双性性的曲面 这张曲面呢 我们用sij z来记 不sij 不是sij 我用sij 这个方式我可以把它写出来的 这个就相当于 这个就相当于 α1 α2 这相当于β1 β2 然后它对应的a1 就是我这个对应的数 数上就把它写出来 我当然这边没有必要写出来 大家看 数上的193面 193面当中 两个是字 z等于sij 就对m平方 a i 比如这儿 那这是nij 那么这一点呢 就是n分子j加1的老 那么同样 这里也有高度 这也有高度 那么这个把它合起来 这个合起来 这个合起来 这也有这张双线圈曲面 对吧 再往下 这也有 对吧 再往下 这里看 这里来看 你画出来 这也有高度 这也有高度 你把它这个称起来 这个称起来 这是张双线圈圈 这个高度 连起来 这也有高度 那么你这个 这个高度 这个高度 这也是双线圈圈 所以整个在领域上面 在这个方框框上面 每四个点 有一张双线圈圈圈 整个这张双线圈圈圈 固在上的呢 我们把这张双线圈圈圈 这张双线圈圈圈圈 当然跟IJ有关的了 这样一张双线圈圈 合起来 我们就称为 这张曲面 我们用S来记 S来记 我们把这张曲面呢 称为 这张白安斯特 白日圈圈圈圈圈圈呢 我们简单说 就叫它BB曲面 BB曲面 就叫它BB曲面 简单说 就叫它BB曲面 那么我们说 这张曲面啊 这张曲面要比 这张曲面简单多多 这张曲面你根本画不出来 不知道什么东西 画不出来 现在这张曲面呢 你把它分碎了以后 每一小块 让我至少知道 它是这张双线圈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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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变掉了嘛 对不对 那么AI这张区别也变掉了 对吧 那么它的变动呢 跟它的变动 是紧密的联系在一起 那么有什么证明呢 你怎么知道 它紧密的联系在一起呢 下面我们主要证明这样一件事情 就是说 当然我说你要仔细讨论 就是专业里头的事情 不是我们现在 我们现在根据我们现在 制造我们的水平 我们可以做这样一件事情 就是说 如果这一张区别是2的话 那么这张区别也是2的 就这张区别 因为你这样2出来 每一个方块上 都会在这个双线区别了 如果这整个这张双线区别 这个2区别 那么这张BB区别呢 也一定是2区别 至少它从这个意义上 可以知道他们有他们的联系 那么其他的关系 当然是专业科丽的事情 我们不去说 好 我们谢谢 我就来证明这件事情 谢谢我再证明 谢谢 谢谢